這主機仲出最新的資料看得出 去年各種做好例的生涯率 配百分之三點九 比整個平均車 和跟台中遺申的好例生涯率 韓國台 也看得出出名思総 和可以接觸各種這個認識 年齡聯合約亞洲位調查 研究發現台幅分的經驗 沒有去請各種做好例的認識 讓我們針對政府 今年先嘴通的 想你出名兩方給付 有的好傷的很認識 先去料理自從的情形再繼續突出 這樣就不會韓國庫天 這個會發展的方向 不過也有對好傷的認識說 會先跟這個要做認識 批養好 所以技術突出會更好 的 見到平安的世界有過度過 自己好傷的 剛才讀到有技術 勝後也會吃吃吃吃吃的問題 中英聯運方調查 現實有百三流的競爭 使用過五種子讓你去求資助 讓我由七三年去欣賞 對五種子驗說過滿意 這我們看到以目前就是以高中之學歷 目前晉升中階主管以上的這些朋友的 平均薪資其實都接近五萬元 而且超過目前全台灣的工作人口的 平均薪資 雅宇部的政府要推出 強領手領兩項 記錄 估理五種子平安生先 手領再繼續求好 同時本意到補出 不過對案件的記錄 有到好傷的認識 先起司條路在全都報告 可是對人生的方向有放出 沒有好傷的認識 和那個危險統數突好 在起司條路 我們這個方案不是說不要升大學 而是說希望有兩年到三年的摸索期 讓青年能夠更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 跟他的目標 然後你重新再回到學校裡頭 為自己來奮鬥 然後完成自己的理想 因為對於讀書就是沒有什麼 很有興趣 然後我想如果先走入職場的話 可以比人家比較多的經驗 可能還是要在大學多學習一些 更基礎或者說更高層次的技術 這樣子對於未來發展 可能會比早進入市場更好一點 由國資要搞中共 這就是國資已經從科技 太好合作的行業 做散後合作轉版訓練 同時要不要拿到 學校基盤進行內由整齣發通 韓國政府進出統計劃 要不可以對 限制的生涯整個方向 看看好傷的七個月 永年討論 學家新聞 方公議林君永 特別報告